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下 严实犯对日本人的态度不明 虽然二者有所纷争 但是乱世之中 利益至上 陆毅等人亦担忧严实犯妥协 一切都商讨妥当 明日便发起总工 临行前的一夜 金夏细心地替陆毅准备着行礼 而陆毅呢 一细心地替金夏准备防身的武器 两年未参与战争的两人 心底怎么可能是平静如水的呢 家人 爱人 孩子 早已成为他们心底的牵绊 正因为有了这份牵绊 让他们心中有些紧张 甚至有些后怕 再也无法像年轻时那般 毫无顾虑地冲在前方 然而 不管心底是如何的忐忑不安 他们皆要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 直面内心的恐惧 才能够勇往直前 陆毅替金夏准备好了防身的暗器 看着金夏依旧在不停地忙碌着 替他准备衣物 嘴里虚刀着道 虽然是带兵打仗在外 但是你也要注意休息 只有精力充沛 才能够和敌人打持久战 陆毅自然懂得金夏的担心 他一把拉过金夏 将它按坐在床檐上 说道 我知道 我是去作战 不是去游玩 不必给我带这些行李 金夏解释道 行李里面大多数都是各种各样的药 若是遇见突发事件或许有用 我知道了 陆毅抓起了金夏的手 将一个护腕套在他的手腕处 耐心地解释道 这个看似是一个装饰物 实则是一个暗器 你看这里面不同颜色的小珠子 里面装的是不同的毒药 我把每一个颜色里面装的毒药的作用 给你写了下来 你要将其背下来 随后 陆毅又拿出了一条特制的腰带 特制的头饰 特制的耳环和手表 将其作用一一讲给金夏听 金夏耐心地听着陆毅的讲解 记住了每一个暗器的使用方法 并且掩饰给陆毅看 见金夏能够准确地使用这些暗器 陆毅方才放心许多 他望着自己面前的女子 心中竟然产生了无限的不舍 两年来的寄人篱下的生活 却也是难得的朝夕相处的美好时光 人生有得便有失 上天是公平的 陆毅情不自禁地抚摸着金夏的脸庞 喃喃自语道 这两年你脸色红润很多 金夏不明所以地看着陆毅 委屈地问道 你的意思是说我胖了吗 陆毅看着撅着嘴的金夏 微微一笑 情不自禁掐了掐他略有些圆圆的小脸蛋 那一刻仿佛回到了多年前 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金夏撒娇般地说着道 疼 陆毅看着自己面前灵动的金夏 瞬间激发了自己内心深处隐藏的所有情欲 他下意识将金夏压倒在床榻之上 深情地亲吻着他 他口中还残留着茶水的清香味道 让他忍不住深探一二 许是马上便要分离 许是担忧金夏的安全 陆毅吻得较为用力 仿佛想要将所有的相思揭化在这个吻中 缠绵翡测之间 揭示陆毅的情意流露 金夏热情地回应 两人很快便痴缠在一起 陆毅还是一如既往的霸道 在自己的领地之上 肆意地耕耘着 金夏很快便化作一池春水 滋养着土地上的万物 一切皆是那么的美妙 房间内回响起啪啪的声音 仿佛在描述着屋内无限的春光 最初的金夏 还像一个小狮子一般 卖力地配合着 然而 后来的后来 他整个人都虚脱了 大汗淋漓的金夏 他在陆毅的胸前 懒洋洋地休息着 然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陆毅哪里肯轻易放过他 一切犹如重新开始般 激烈又持久 害得金夏迟迟无法休息 可是 他却始终都没有拒绝 痛病快乐着 许是便这般吧 即将分离 即将投入凶险的战场 两人皆是满满的 不舍和无奈 他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此时此刻 他们只想不停地拥有彼此 仿佛这样 便能够赐予他们无限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